2023年10月 随着新一轮冲突的爆发 巴以问题又重新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围绕着巴以冲突 全球各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战队 在冲突之初 美国和欧洲多国公开表态支持以色列 而众多的伊斯兰国家则表示 以色列如今的境遇是咎由自取 当然 在巴以冲突中也有很多国家实施中立态度的 当冲突发生后 有很多国家和组织并没有战队 而是劝双方尽快停火 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等等 但调诡的是 哪怕面对这些中立者 以色列也开始了无差别AOE 他们开始谴责不谴责哈马斯的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说了一句 哈马斯的袭击并非凭空发生 这让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 直接要求秘书长辞职 之后更是直接宣布 联合国已经不具备合法性 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外 当罗马教皇方纪格公开呼吁和平 并且担心加沙地区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时 以色列外长则是直接表示 以色列期望凡蒂冈能够明确和毫不含糊地 谴责哈马斯的凶残行为 其实仅仅以2023年的表态而言 方纪格的发言已经算是相当含蓄的了 2009年 当前任教皇本土十六师在位时 凡蒂冈的一位主教 直接将加沙地区比喻为了大吉隆营 这个发言让以色列政府破防了 太点影响当年的教宗访论 事实上 梵蒂冈当局对加沙局势的关心 除了朴素的宗教关怀外 多少还有一些感同身受的意思 因为对于被围困这件事 教廷是有着丰富经验的 毕竟在历史上 曾经有五任教皇被称为梵蒂冈之囚 而教皇之所以被围困 只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当你了解过意大利的历史后 也许你就会明白 穆索里尼的末家思想 能够在意大利诞生是有原因的 这纯粹是因为日子过的菜 思想逐渐要变态 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 亚平宁半岛上的人们 就没啥好日子过 在欧洲各国逐渐成型的时候 亚平宁半岛始终处于分裂状态 神罗 法国 西班牙等列强 轮流刺断 有事没事来这刷刷经验 让亚平宁半岛始终处于外国的控制下 时间进入十九世纪 随着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觉醒 意大利也不例外 在亚平宁半岛上 民族主义组织烧炭党逐渐兴起 众所周知 无论在东方西方 烧炭都是一项很有前途的工作 曾涌现出东方杨世青等众多知名人物 在烧炭党兴起后 亚平宁半岛上的民族起义层出不穷 虽然在列强绞杀下 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但思想的种子是无法跟除的 1848年 意大利境内爆发大规模起义 以反对外国控制为目标的 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打下 意大利南北皆有起义队伍 然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之中 越来越多的革命者都往目光投向了 那个横站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地上天国 教皇国 教皇国诞生于中原754年 简单的说 在西罗马灭亡后 由于拜仗庭过于拉跨 原有的罗马教会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为了自保 罗马教会不得不在欧洲寻找新的大腿 在八十级中期 在与法兰克王国的公项批平 打成一系列批外交易后 批平将一大片土地献给了罗马教会 这就成为了教皇国的原型 从批平宪都以后 罗马教廷就从一个宗教组织 变成了拥有实际领土的政权 在欧洲的诸多国家里 教皇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从面积上讲 教皇国面积超过四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大半个通辽 但是 由于在境内实行完全的政教合一体系 教皇国的战斗力远远无法 与欧洲其他的大国相比 经常被欧洲大国武装干涉 但教皇国武德虽然拉跨 思想却极其强大 虽然实力上是个地中地 但靠着教廷的宗教地位 教皇表态的重要性 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大国的表态 从这点上看 教皇国的地位 又远非普通小国可比 所以 当1848年 民族独立的声音响彻亚平平时 很多意大利革命者 开始期盼教皇国的表态 按说作为欧洲大陆最保守的国家 连学院池里的王八 都不应该指望 教皇国能支持什么革命 但当时的人们并不如此认为 因为时任教皇 是有着自由教皇之城的特殊人物 庇护九世 在城市中 庇护九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名字 叫做 作为一名大贵族家的孩子 从1792年出生后 乔瓦尼就展示出了 他与上帝的不解之缘 五岁那年 小乔瓦尼从一个五米高的悬崖石滑落 大头着地后又掉进了小溪里 然而 经过这样的磕碰后 小乔瓦尼居然没死 除了偶尔癫痫外 居然没有任何后遗症 1815年 作为贵族子弟的乔瓦尼 被选入了教皇荣誉卫队 虽然由于癫痫发作 很快被迫退役 竟然来到了罗马 乔瓦尼还是跟着叔叔 一起朝见了教皇 面对着时任教皇 庇护七世 年轻的乔瓦尼 倾诉了疾病 给自己带来的困扰 庇护七世听完后 手扶着乔瓦尼头顶说 我相信 你对残酷的邪恶 永远不会再折磨你 然后 乔瓦尼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 仙人扶我顶 劫发受伤身 在被庇护七世摸顶后 乔瓦尼的癫痫 居然一次都没有再犯过 从此以后 乔瓦尼不再迷信隔绝 而是一心一意地 开始追随教宗 他在罗马 创建了一座收入所 帮助孤儿和流浪汉 接受教育 让他们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1819年 乔瓦尼正式成为神父 他决心要帮助穷人 在教廷中一路瞬间 1827年 乔瓦尼成为了 斯波莱托大主教 在主教任上 乔瓦尼继续延续 收容所的模式 为了慈善事业 他甚至点荡了自己的家具 这为乔瓦尼赢得了 穷人主教的美名 也正因如此 在1831年 意大利北部 爆发烧太党起义时 乔瓦尼凭借其良好的名声 和信誉化解了 本教区的流血中毒 禁止了暴力任牙 这让很多烧太党人认为 乔瓦尼主教 是一个由自由思想 还支持民族事业的好人 由于乔瓦尼挡住了奥地利军队 很多起义者 在他的庇护下 躲过来追杀 其中就有个小青年 叫做夏尔路易拿破仑伯达巴 后来一般被叫做 拿破仑三世 关于拿斯尔 为什么会参加 意大利人的起义 是个复杂的故事 但1831年的乔瓦尼 并没觉得 拯救一个小青年 会有啥回报 乔瓦尼的善举 让他在教会中节节高升 1840年 乔瓦尼成为了红衣主教 1846年 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去世 经过四轮投票 乔瓦尼成功当选为教皇 成为了庇护九世 对于庇护九世的当选 欧洲各方都寄予厚望 百姓们认为教皇所有善名 政治家曼认为教皇谨慎老成 而众多的自由主义者 则认为教皇认同自己的理念 总之 庇护九世让各方都觉得 这是秦皇推磨 一圈转着赢啊 1846年7月 庇护九世颁布了第一个政令 特赦 他将近千名政治犯统一特赦 让欧洲各国赞誉一片 为他带来了自由教皇的美誉 在之后 庇护九世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他建立国务院 将政教逐渐分离 与各国平等交往 允许报纸自由流通 规划铁路建设等等 按照他的设想 意大利的统一 最好不要通过战争 而是以和平的联邦形式来完成 到1848年3月 庇护九世颁布了 教会国家临时基本法 规定向普通民众 开放全部的立法和行政机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教皇国应该很快完成 从政教合一到君主立宪的提制专行 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 出意外了 在庇护九世颁布基本法的同一个月 米兰冒起来了 1848年3月 被奥地利控制的 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 爆发了反奥地利的起义 这场起义爆发的原因 与庇护九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去年 教皇用一名意大利人 取代了本地的奥地利主教 这本是一丝正常的人事变动 但米兰市民们却从中感受到了 教皇与意大利民族间的羁绊 众多市民们涌向街头 高尚赞美师 引发了奥地利警察的镇压 打伤多人 随后 骚乱烈度不断扩大 米兰街头也打起了巷战 此时 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了 意大利各邦国纷纷派兵入阵 而作为事件源头的教皇 则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原因很简单 米兰市民是受到教皇的鼓励 才起义的 这事你不能票手帮关吧 天兵能天兵的 天兵救一下呀 在事情发生时 庇护九世没有多想 他下令组织志愿军帮助米兰人民 可是在部队出发后 庇护九世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作为亚平亭半岛上的一位政权领袖 自己为米兰人民出头没毛病 可是奥地利一直是一个 遵奉教廷的天主教强国 作为天主教皇 自己跟奥地利开兵建杖 那不是彩票擦屁股 音小失大吗 回国二的庇护九世 意识到了自己犯了个错误 赶快找来主教们商讨 最终大家一致认为 应该赶快把军队撤回来 教皇听从了这个建议 4月29日 庇护九世发布讲话 阐述自己的难处 强调自己这个身份实在特殊 既是教会领袖 又是世俗元首 实在无法插走这场战争 只能以一种本能的父爱之情 拥抱所有国家 所有人民和所有民族 但问题是 当年的意大利人 跟现在的以色列一样 不允许中立 你不支持就是反对 而且大家最早是因为 你才和奥地利人干起来的 你怎么好意思不管 最终这场米兰起义 还是在奥地利的镇压下失败了 当年8月米兰投降 相当多的意大利人 把这场失败归咎于教皇 果然呢 那些看起来闪闪发光的东西 都不好用 因为都是不灵不灵的 这场失败深深刺激了 教皇国内的民族主义者 娘洗屁 教皇无等 看来我必须作战 既然民族解放事业 指望不上你 就别怪我们仙桌子了 一般48年11月15日 教皇国重臣 莱格里诺罗西被刺杀 很快老马市民们开始游行 要求教皇国实行社会改革 向奥地利宣战 庇护九师不想接受条件 但底下人告诉他 如果不同意这个条件 那就必须开始镇压 最终 庇护九师在A货币中选择了货 10月24日夜间 庇护九师化妆成教师出城 连夜逃往了南方 他润了 从后世的角度推测 庇护九师的这场夜奔 是一场傲娇派玩法 不同意我的思路就算了 反而这国家没我得散 难办就别办了 实际上 在庇护九师夜奔后 罗马城的革命者 很快就控制了众议院 12月6日 罗马众议院派了五名议员 去请回庇护九师 您回罗马吧 除了您叫听谁都不认呢 但是 庇护九师此时却开始端着了 啥条件都没有 就请我回去 别来这套 我家里有点急事先睡了 庇护九师的底气 来自于当年他救过的那个小伙 萨尔 从教皇夜问后 知恩图报的拿破仑三世 就给庇护九师写信 邀请对方来法国 陛下 您净可以放心 只要来到法国 有兄弟一口酱鹅鹅 就有您一口臭奶酪 当初活命之恩 我永远免底 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当然 除了报恩的心态外 拿萨尔的另一个目的 自然是插手 亚平宁半岛的事物 对 有了法国支持的 庇护九师有恃无恐 他认为罗马那群人 姿态放的还是不够低 拒绝回到罗马 当两手空空的代表团 返回罗马后 罗马的众人 都被庇护九师的幼稚 给气笑了 真以为罗马离了 你就没人管了 你不管有的是人管 1848年12月12日 罗马众议院任命了一个 临时最高国务委员会 把所有政府权利 交给该委员会 从今儿起 我们不需要教皇了 听说罗马开始君主离宪之后 庇护九师 这才惊觉大事不好 赶紧发声明 表示罗马当局 是一群篡夺主权的逆贼 要对他们 施以绝罚 开除较急 而听说教皇谴责后 罗马正义院 则干脆一步到位 1849年2月 在经过新的制宪会议后 罗马新医院 颁布了罗马共和国基本法令 宣布剥夺教皇的世俗选利 爷共和了 眼看着自己成为了 共和之父的庇护九师 彻底傻眼 只能派出使者 请求境外势力的援助 你跪下 罢球领个事 很快 在教皇的召唤下 1849年2月 奥地利派兵南下 两个月后 7000多名法军 直扑罗马 紧接着是9000人的 西班牙远征军 罗马公民们 拼死保卫 刚刚成立的共和国 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罗马共和国 最终还是没有撑过 这场干涉 1849年7月 法军进入罗马 谈话一线的 罗马共和国结束了 也许是觉得心虚 庇护九师 直到次年4月 才回到罗马 此时的庇护九师 已经深知 自己失去了 革命者的支持 在入城后 庇护九师没有选择 坐在奎里纳尔的宫殿 而直奔梵蒂冈山 这是一处 异守难攻的高地 有诸多教会设施 庇护九师在这里 重新开始了他的统治 首先 他恢复了 被革命者废除的死刑 也废除了 共和国 宗教自由的政策 面对窘迫的财政 庇护九师在税收方面 进行了可持续性的节省而语 一度开始收起的人头税 搞得百姓们冤生灾道 但是 庇护九师 终究不是那些通辽人均 他在财政情况好转后 很快就降低税率 开始进行公共建设 他排干了沼泽 翻新了港口 修建了现代化的道路和桥梁 铺设了供水系统 还建设了不少铁路 同时 庇护九师 兴建了大量残疾人关怀机构 帮助他们自食其力 他增加教育投资 在大学里开设科学课程 还修复了古鲁马文物等等 种种努力 证明了庇护九师 虽然不算是优秀的政治家 但确实对得起自己的信仰 在财政改善后 庇护九师对教皇国一系列的投资 大大的加荡了教皇国的幸福度 庇护九师的政策 让教廷重新站稳了脚跟 教皇国似乎暂时脱离了危险 但就在这时候 教皇国迎来了新的挑战 因为庇护九师 把他跟萨尔的关系搞崩了 一半五二年十二月 拿破仑三师成帝 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式成立 这时候跟教皇的交情就该用上了 拿破仑三师发两只邀请 希望庇护九师能来到巴黎 为自己加冕 然而 对于拿萨尔的要求 庇护九师居然拒绝了 庇护九师找了很多理由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萨尔啊 我也是要面子的 你要是非想要加冕 可以来罗马吗 这话传回法国 萨尔的面子挂不住了 这才刚复过几天的就不认账 我出兵帮你复活的时候 你咋不是这态度呢 三哥给你做样子 你拿三哥当响了是吧 庇护九师的拒绝让拿三破仑了 就在他感到自己真心错付时 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也在抓紧合同 在亚平宁半岛上 主导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是 萨丁王国首相加福尔伯爵 加福尔伯爵已经认识到 不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意大利统一不可能成功 因此 萨丁王国开始有意跟英法靠近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还跟随英法出兵 1858年1月 一伙烧炭党人在巴黎街头 试图刺杀拿破仑三世 虽然刺杀未能成功 但凶手却在审讯中讲述了自己的目的 法国人民大多支持伊德里独立 是拿破仑三世在阻止我们的事业 为了祖国独立 宁可牺牲我的生命 拿三也必须死 虽然刺杀的对象是自己 但烧炭党人的精神 还是打动了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恍然想起 在二十多年前 自己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此时 萨丁王国的加弗尔伯爵 趁热打铁 他对法国高层表示 意大利一定会独立 谁先帮忙 谁就是我们的朋友 请法国帮助我们 1858年7月 普隆别埃尔协议签订 法国正式和萨丁王国结盟 约定共同驱逐奥地利势力 第二年 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开始 拿破仑三世亲率大军参战 虽然拿三在战争中途 又跳凡与奥地利议和 但意大利的统一之路已经开始 在法国的默许下 萨丁王国开始逐步 吞并其他帮国 1861年2月 第一届意大利代表会议 在都林召开 会议宣布 正式成立意大利王国 萨丁王国 伊曼纽尔二世成为了意大利国王 国号有了 国王也有了 此时的意大利只剩下一个小瑕疵 罗马不在他们手里 作为欧洲的精神圣殿 没有罗马的意大利是不完整 不过 此时的意大利王国 对于收回罗马依然感到乐观 国家统一大师不可逆转 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罗马吧 这认明 收回罗马的过程确实不太顺利 因为 三哥确实是个讲究人 虽然拿破仑三世对教皇有些不满 但意大利王国成立后 纳萨尔还是向意大利表了态 你们想吞并教皇国的土地 可以 但是 可不干碰罗马呀 罗马一进 交挺就不报呀 为了保护罗马的安全 纳萨尔甚至在罗马留下了一支法军 由于法国的态度 新城里的意大利王国 虽然发兵吞并了绝大多数的教皇国土地 却始终不敢进军罗马 反而开始了与庇护九世谈判 商讨罗马的归属问题 看着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教皇国 被人连锅端走 庇护九世的心情可想而知 但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 庇护九世发现 原来法军的存在 让意大利王国根本不敢强攻罗马 那我就没啥可怕的了 因此 教皇陛下重新直愣了起来 对着新型的意大利王国 开始了口腔体操 我就喜欢那种 你看我不爽还不敢打我的样子 这样的日子 足足过了九年 教廷在罗马日夜开卖 意大利的收服计划遥遥无期 然而 九年以后 1870年 普法战争爆发了 在和普鲁士开战后 前线吃紧的拿串 调回了诸罗马的法军 法军前脚刚走 意大利国内就开始了游行 要求政府进军罗马 解决祖国统一的最后问题 不过 此时的意大利政府 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 他们一直等到普法战争结束 法兰西第二帝国 已经死透了之后 国王伊曼纽尔二世 才给庇护九世写了一封信 由于意大利文 大家看着费劲 因此 我用比较浅显的话 简单翻译一下 这封信的意思 陈国王伊曼纽尔二世 谨制书 罗马胜负 教皇却下 陈以赤子之余孝 门徒之虔诚 义人之为怨 陈下之谱中再拜 陈文修歌西战 人君之大德 安养离树 上帝之所愿 自欧式变异 刚为吃绝 意图穷乱 已有余年 革命以来 远近骚然 兵戈纷扰 天皇长寿丰阵 蒙力横行 金子难免道悬 十遍事已上下惶惶 前有陆林 纠结山林 暗窥罗马 后有豪强 孝聚江湖 明泛米兰 反民色鹿 增脚冲息 狂徒所致 臣不敢言 为我胜父 德后夫身 推城四海 胜利之内 万贫手续 神经城中 久妙安然 然智者 明察即往 十天数之户佑 毕竟有限 身推将来 知胜作之幸运 岂未无穷 望胜利之欲外 党人亦多 查邻国之法迹 刚长日坏 强贼劫逆在侧 水面电雨之灰难 群路寇仇之中 怎忍车驾之拨钱 于臣身为国主 治安设计 独意大利与欧路 思亚平凝宇混一 逐如千百 搅动压得里亚 甲昼万元 深圳阿尔卑斯 人臣自立革命 日夜焚心 教祖垂类 孔宗作于危难 赤子难免 律胜负之不安 今特遣铁记 直上神经 保罗马于乱世 护教廷于万全 臣唯心之称 非为他故 责任所致 舍死谁何 今日之术 理故当然 我胜负英明睿智 天秉雄才 必能金敏于城 不以为义 夫因机而变化 网折事语 顺时而应命 先点忧高 北院大军到时 神经上下 不以为义 教廷内外 一体如旧 则臣替死垂败 再无汉语 臣一万牛尔二世 弃手再败 总之 一万牛尔二世的信中 其实只有一个意思 听说法军走了 现在局势很乱 我很担心教皇您的安全 不如让在下 派兵进入罗马 保护您的安危如何 在看完信后 毕夫主持愤怒地 把信扔在了桌子上 忠诚啊 你们都是一群毒蛇 毫无信仰可言 平复了一下情绪后 他对使者说 转告你的窝王 他永远进不了罗马 既然教皇不想体面 意大利人也没啥可说的 1870年9月11日 意大利军队正式开发 但行军极其缓慢 因为他们依然寄希望于 教皇能够主动跑路 遗憾的是 已经认过一次的 庇护九世 这次不打算再逃了 但他也不打算投降 在将一万牛尔二世 处于绝罚后 教皇宣布 罗马全程戒严 要求自己的部队 上乘抵抗 当然了 教皇也知道 自己手下的几百号卫队 如果与意大利的两师交战的话 确实也胜算不大 所以 他要求的 也只是象征性抵抗 可以在第一声炮响后 就进行谈判 但即使是象征性的抵抗 也必须要走这个流程 我们可以不打提 但一定要写个结 9月18日 深深来迟的意大利军队 抵达了罗马城外 在磨叽了足足两天后 终于在20日开始攻城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 在双方阵亡60多人后 异军成功破城 占领罗马 10月2日 罗马举行全城公投 民众高票同意 加入意大利王国 看起来一切都以尘埃落定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教皇咋办 在意大利政府的盘算里 在军队破城后 教皇肯定该跑路了 现在抵抗的也抵抗了 投降的也投降了 咱也没封锁交通 走到这步了 他该跑了吧 只要教皇跑了 这教皇国就算彻底变国 接下来他去法国 去奥匈 哪怕他去通僚 都跟咱没关系了 然而 进城的意大利军队 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 城破国王的庇护 就是选择了一条 未成想象的道路 也就一个字 不走 在罗马城破后 庇护有事并没有准备北寿 而是带着全套弯子 躲进了梵蒂冈山 也就在这不动了 由衷你过来宰了我 只要我不走 教皇国就没有王 这下意大利人傻了 你要说占领了罗马 顶多被教皇开教级 可要是杀死了教皇 那可就要被天主教徒们 开人籍了 除了不能打腕 去抓也不可能 物武宗作 也相当于自开人籍 一个不敢打 一个不愿走 意大利政府和教廷 就这样僵子了这里 双方开始了漫长的对峙 不过 对于意大利来说 一直把教皇放在这 也不是事 毕竟只要教廷一天不走 自己对罗马的占领 就还没有完成 因此 为了解决这个罗马问题 意大利王国 开始了极解的头脑风暴 比如 在进城义市 义军就给庇护九世 带来了国王的口信 听说您老喜欢看 台博河的风景 不如一架去利奥内城 那边设施更健全一些 我们为您和隋元 保留所有权利 保证您的进出自由 毕竟就是笑了 你当我傻 我接受你的安排 我前脚走 后脚让你抄我家 不用费心 我这设施齐全 想看啥风景 我让人给我画 我就要蹲在这 当你们意大利王国的囚犯 让全世界天主教徒 看看你们是如何迫害身作的 你们意大利人 全国都被开出教级了 对于顽强的庇护九世 一般牛人二世也麻了 就凭教皇上碰瓷的本事 这在天津还不得财富自由啊 别人朝你扔泥巴 你讹人家一万八 一级不成又是一级 1871年 意大利王国单方面 通过一部担保法 在法律中保证了 教廷的权利和地位 包括派遣及接待大使的权利 同时 王国政府也一再保障 教廷的通行自由 话里话外 其实只有一个意思 您过去不是总出访吗 这都一年了 您不憋得慌 出去逛逛啊 走两步 没病走两步 对于意大利人的心态 庇护九世嗤之以鼻 别来这饿 我这人没朋友 不用出发 有朋友他们都主动来见我 对表决心 教皇的护卫骑兵 后来连马都不要了 反正梵蒂冈内的出行 也用不着马 也就不走 就这样 直到1878年2月 教皇庇护九世驾崩 他也再没离开过梵蒂冈一步 在去世之前 庇护九世一命 之后跟历任教皇 都不许离开梵蒂冈 我们一定要跟意大利的 逆贼们熬到底 于是庇护九世之后 罗马教皇开始了 接力式遁守 在长达近60年的时间里 前后的五代教皇 生生没有走出过梵蒂冈一步 教皇们甘愿将自己的余生 放在这片 没有故宫大的土地里 对于教皇们的坚持 意大利政府目瞪口呆 就为了这么个事 上亿人的精神领袖 就甘心遁守几十年 气象太大了吧 在这个过程中 意大利政府不止一次 找教皇商量 咱们保证您来去自由 您不用当囚徒 想去哪去哪 我们绝不干涉一点 奈何在庇护九世的教育下 教皇们已经对意大利政府 完全失去了信任 别劝了 我是不会给你抄我家的机会的 于是 双方的对峙继续了下去 从1870年 义军入城开始 教皇在梵蒂冈城 一直代表了一战结束 直到二十年代 老莫上台了 生心而顿 虽然莫托里尼和希特特 同属于法西斯的法家序列 但相比于希特特 老莫这人有时候还是能数的 此时蹲了六十年的教廷 也意识到 一直拖着也不是个事 告诉老莫 我想出门了 为了解决罗马问题 上台后的莫索里尼 开始跟教廷代表秘密会晤 对于教廷的顾虑 老莫相当场呀 不就是怕吵架要主权吗 总共披大点地方 不要就不要了 给你没有如何 终于 1929年2月11日 意大利王国政府 正式与教廷签订了拉特兰条约 条约宣布了 教皇国正式结束 意大利政府补偿给教廷一大笔钱 同时意大利正式承认 教廷在梵蒂冈城中 0.44平方公里的主权 罗马教廷建立新的成果 从此以后 教皇国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现代社会最小的国家 梵蒂冈诞诞生了